有一个人他到沙漠里去寻找宝藏 可是宝藏还没有找到 身上带的食物和水都全部用完了 他没有食物和水 浑身赶到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静静地躺在沙滩上 等在死神的降临 就在奄奄一息的时候 这个寻宝人对着天 向菩萨做了最后的祈祷 说菩萨呀 请你帮帮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我马上要死了 这时候佛出现 问他你想要什么 寻宝人急忙地回答 菩萨我想要食物和水 那哪怕是很少一点都可以 菩萨说 好 我满足你的要求 不一会儿边上突然之间 有不少的食物和水出来了 他吃饱喝足之后 犹豫了片刻 本想回去 但是决定继续向沙漠出发 最后他找到了宝藏 把宝藏装满身上所有的口袋 还背得重重的一袋子 可是他又没有食物和水了 他带着宝物往回走 由于体力不佳 慢慢地下降 他一边走 一边扔掉了金银珠宝 他一边走一边扔 后来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金银财宝 全部扔光了 最后他躺在地板上 再次等待死亡的降临 寻宝人临死之前 菩萨又出现 孩子 现在你要什么东西 你还要宝藏吗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我只要食物和水 更多的食物和水 我不再想要宝藏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 当我们拥有了那些自以为 在生活当中很平常的 幸福和快乐的时候 包括有一个家 包括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和先生 和孩子 或者有一个房子等等 我们常常不珍惜 我们去追逐更多的名利 延伸出新的欲望 当你得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烦恼忧愁 记住了 人如果不节制 自己对名利的欲望 最终 你就算抛弃了 现在得来的名利 也不可能换回那平常和平凡的幸福和快乐 沙发 有点 sale 见面